我也很乐意 到底乐意什么呢 卫福部长陈时中说的就是这个 卫福部推出新冠疫苗受试登记 争招民众自愿参与国产疫苗 人体试验施打 网页才上线一天 登记者就飙迫万人 距离11月30号前 2万人目标已经过半 毕竟我是人体试验计划的 一个主管单位 那是你们有牵扯到一些 限制性的规定 虽说就连陈时中都决定 带头参与保证安全 不过辉瑞新冠疫苗受试者 出现头痛甚至有宿醉感的症状 就让部分民众担心 国产疫苗也会出现类似副作用 不敢参与试验 那目前看起来是乐观的 那不过要经过相当的一些 查验登记 那当然它仍然是有一些变数 我们要确保它的安全跟有效性 大部分的新冠病毒疫苗 它都是局部的副作用 局部的肿痛 全身酸痛发烧的比例 比一般的疫苗来得高 它比较有问题的 其实是它的有效性 因为我们的那个新冠病毒感染 本身有时候会产生一些 不利于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 反而会让疾病变严重 是有那个顾虑 不过就算台湾顺利在明年 取得新冠疫苗 运送保存技术 却还是个大难题 因为疫苗需要负70度保存 向辉瑞疫苗就透露 疫苗从药厂出货后 还要装到货柜 用大量肝冰保存 再用卡车快递运送 空运三天内就得送达各国 而且干冰上飞机危险性高 运抵各国后 冷链技术也得配合 台湾目前为止 根本没有可以保存的设备 因为RNA本身是一个 非常不稳定的核酸 它在潮污下面 很容易就自动就分解了 那就会失效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为什么我们RNA疫苗 在以前都没有上市使用的 原因之一 新冠疫苗 从研发试验 生产到运送都困难重重 指挥中心势必得做好相关配套 否则就算抢到疫苗 也只是白忙一场 欢迎新闻张家宝 陈丽婷 台北报道